好的各位,歡迎回到Battlefield 1 我是小J 那今天我們再次給大家帶來一個BF1彩蛋系列的影片 我個人認為這應該會是BF1彩蛋系列裡面接近尾聲的倒數第一或是倒數第二的影片了 你們還記得在法務克思要賽曾經有人說在這個上面寫著ISOMENT的門後面經常傳來僵屍的聲音 那這一次我們就要來嘗試把這個門給打開 所以ISOMENT是法文裡面ISOLATION、隔離或是單獨屈近的意思 那在這個地圖上面呢,我們也看到很多這種牌子上面 你會看到有英文字母上面有一個類似螺絲或螺帽的東西 那在這個地圖上面有非常多這樣的牌子 每一個上面都會有不同的英文字母上面有螺絲 所以呢,我們要找到這些牌子 然後按照ISOMENT這個字的順序 來把他們擊毀之後按下在字母後面的按鈕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一個一個繞了這個地圖 去把這些地方給找到 然後按下這上面的按鈕 那必須注意,必須要是你自己按 如果你跟別的朋友一起去解這個彩蛋任務的話 不能夠說你按一個按鈕,然後他按一個按鈕 必須要全部有一個人完成 因為這個彩蛋的結尾最後是會給玩家得到一個狗牌 就像之前的所有彩蛋任務一樣 所以如果中間有別人參與的話 可能會造成他們這個彩蛋的失敗 在這中間我跟我這個朋友波羅一起做的時候 我們就不小心被他按到一個按鈕 然後我們就必須整個重來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這一點 所以找到這些牌子 在這邊的影片裡面 我都有展現出來在這個地圖上面 這些牌子在什麼樣的位置 去拼出ISOMENT這個字 當你拼完了之後 最後一個T是在剛剛那個門的附近 轉身你會看到牆壁上面有一個燈 下面還有一個按鈕 按下這個按鈕 你就算是完成了這個部分的任務了 所以這個一直打不開的門終於開了 當你進去你會發現 並沒有什麼怪物在裡面 只有地上一灘血 還有牆角放了一幅像馬一樣的畫 還有房間裡面有兩個水閘 但似乎都被卡住了 沒有辦法打開 這個時候你必須要轉身 看到右後方的牆角 底下有一個通往地下的水管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彩蛋影片 就會知道這種水管通常都要丟手單下去 蹲在這個水管旁邊 注意聽 你會發現底下似乎有怪物的聲音 所以怪物會不停地發出不同的聲音 注意聽 有一次的聲音會跟其他不太一樣 你會聽起來像是怪物在撞某一些東西 當你聽到這個的時候 朝裡面丟一個手蛋 然後你就聽到底下的怪物似乎有點被惹到了 生氣了 開始撞東西或是走掉 重複這個動作五次 最後你就會聽到這個怪物非常非常生氣地離開 然後水管通了的聲音 對我會紹 Astralch 還是用一個技衡 сот甚麼енный書 麻� ran我拿到那麼久 それ是用到訪了 一場雙丟ihat,快逃動 把你瞄進去 開用相關,快逃流 んと剛好 什麼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两个水渣丢其中一个已经可以转动打开了 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需要打开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你会发现在这个房间里面有非常多的水管 用你的近战武器去敲这些水管 你会发现每一个地方敲起来的声音都一样 但是当你又敲下去 你迟早会发现有一个地方的声音和其他地方听起来不太一样 继续重复敲那个地方直到他的声音恢复到跟其他水管的部分一样的时候为止 会有五个像这样的地方而且他们会存在这个水管不同的位置 所以用你的近战武器不停的去寻找 如果当你把五个不同声音的地方全部敲完之后 你就会听到像刚刚那样子熟悉的水管通了的声音 不脑的声音 這邊接下來我們要到廚房隔壁的廁所裡面打開地扇門 你會發現牆壁上應有這些特殊的符號 那這邊我不解釋那些聰明的彩蛋獵人是怎麼找出這個密碼的解鎖方式 總之他們所得到的密碼是9L6R2L3R 那我們知道左邊left開頭是L 右邊right開頭是R 所以你們猜到了 我們要回去轉左邊的這個水閘9次 然後轉右邊的6次 再來轉左邊的2次 最後轉右邊的3次 當你完成之後你就會聽到一個非常熟悉的聲音 所以就這樣你完成了這次的彩蛋任務並且解鎖出了最新的狗牌密室 但是這還不是結束 當你回到那個房間有一位非常非常聰明的彩蛋獵人 他發現這個水管滴水的聲音似乎每次都不一樣 所以他去把它嘗試用摩斯電碼的概念去解鎖了之後發現 解憶出來的內容是 never be the same 英文字永遠不要保持現狀 永遠要尋求改變的意思 然後你到網頁瀏覽器上面打 www.ea.com 寫線 never be the same 你會被帶到一個網頁 然後上面就是一個大字報寫著 May 23rd 2018 5月23號2018 下面寫著 hashtag Battlefield 所以 目前大家猜測就是 在5月23號這一天 我們會得到新一代的Battlefield遊戲的內容更新 所以 恭喜大家 你們不但完成了彩蛋 得到了狗牌 而且還知道了 新一代的戰地遊戲更新的預告會在什麼時候 所以就讓我們一起期待 新一個戰地遊戲會有什麼樣精彩的內容吧 我是小J 感謝你們的收看 不要忘記幫我分享留言 喜歡 如果你們有任何的問題 在下面的留言告訴我 我會盡力去幫大家回答 感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 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